大家好,現在我就是在天福宮旁邊的這個小公園這裡 那我現在就是要帶大家去看一下天福宮後面的牆上的壁畫 好,現在我們就走吧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天福宮的後面 這是天福宮的後墻 這裡就是有很多壁畫 其中最前面的就是這個新加坡河 大家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標誌性建樹 你看這個是大華銀行的兩棟大樓 曾經是新加坡最高的樓 然後那一棟就是華僑銀行的大樓 然後下面就是柏川碼頭 著名的柏川碼頭 現在呢這裡就是主要以餐飲為主 但是在以前的話大家可以看到都是這種船 就是這種呢其實是一種接駁船來的 因為這一段的水域它的水深比較淺 然後大船呢是進不來的 所以他們就需要有這種接駁船去將貨物從大船上卸下來 然後運到這邊 然後大家看到的這一些這些屋子 這些屋子現在都已經改成了餐館啊或者其他的商業硬土 但是在當年的話很多是屬於倉庫的性質的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接下來看到這一邊 就看到有紅頭鯨 紅頭鯨也叫三水女人 他們一般是來自廣東省的三水這個地方 他們來到這裡一般就是在工地上做苦工 然後他們的特徵呢就是頭上戴著那個紅頭鯨 然後另外一個特徵呢就是這些紅頭鯨 一般來說他們都是有終身不嫁的誓言 然後他們老了之後呢可能就是一群紅頭鯨就會住在那個姑婆屋 就是都是獨生女性一起居住的 那為什麼他們要終身不嫁呢 他們基本上就是來這裡賺錢了之後 將錢寄回家裡支持家裡的生活 然後他們是以犧牲自己的生活和幸福 來喚取家人的或者家族的生活 然後接下來呢這裡就是那個結婚典禮 這些結婚典禮呢就是已經非常的稀釋了 都看的都是穿著婚紗跟西裝 但是呢大家看一下這個婆婆還是拿著兩隻雞齁齁 然後再過來這裡呢就是有南洋大學的華藝館 跟南洋大學的牌坊 那大家看過另外一個視頻的話呢就會知道 南洋大學是1955年在新加坡成立的一間以中文為教學媒體的大學 是1965年新加坡建國之後呢就併入了新加坡國立大學 那他的原子呢就是現在的南洋理工大學的校園上 然後這裡還有看到其他的道南學校 一間教會學校在新加坡培育人才的方面呢也是有很大的貢獻的 然後這種是以前來沒有自來水 所以就是要以這種方式來取水 然後上面我們就有現在大家很熟悉的成篤森醫院 就是有著名的華商成篤森先生出資經建的 然後這裡就是有那個波晉南銘 波晉南銘的話應該是光緒皇帝賜給粵海清廟的一個匾額上寫的四個字 因為天福宮裡面的是楚海祥雲 那我們來看我說的對不對啊 對 喔 我說錯了 這個波晉南銘是光緒皇帝賜給天福宮的 不是賜給粵海清廟的 所以這裡糾正一下 所以這個波晉南銘是光緒皇帝賜給天福宮的 那這幾個字到底是不是光緒皇帝欽筆寫的呢 呃 現在還有很多爭議 所以 最後還沒有定論 然後這裡就是一些婚嫁的 呃不是這不是婚嫁的這是遊行啊 就是好像有點像廣東的飄色 然後這裡呢就是會館 那會館在南洋這一帶呢其實是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好像福建會館以及潮州人的藝安公司 到現在都還在新加坡的社會裡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然後那些呢就是以前的租宰屋 天福宮的景象 那以前的話天福宮的外面只是有一條大街 大街之後呢就已經是那個大海了 但是現在並不是這樣我們知道天福宮的外面有一條路 然後路過去呢就是都是摩天大樓 那就是因為新加坡建國之後呢就是填海 將這一部分的海都填了 然後建起了摩天大樓 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現代的新加坡 然後最後這一段呢就是過番 就是說當初在清末的時候 很多華人就是從廣東跟福建還有海南南下到新馬一帶 新馬印尼一帶好生活 你看這就是他們背著一個包袱就南下身上也沒有多少個錢 那個可見我們的先輩們其實是很辛苦的 那好那這個視頻呢我就給大家介紹了天福宮後面的這幅壁畫 這幅壁畫呢也包括了很多新加坡的歷史 那希望大家呢就喜歡我的這個視頻 假如大家喜歡我的視頻的話呢 希望你們可以給我點贊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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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